老大了,火就快要烧过来了 再找不到出口我,都要被烤成脆皮狗了 放心吧,我一定会带你们出去 看来只有用那个东西了 你们都退后点 走,跟我出去 卧槽,他出来了,这这怎么可能,竟能决筑逢生 没事嘛,他居然出来了,这这么办 给我上,杀了他 卧槽,没打中 该是,竟然被他逗过去了 看我们要坐飞机 卧槽,这土狗这么厉害 我扔你个DG,小卡拉米敢玩音的 这下看你怎么跑 老大,这个家伙怎么处理 当着吧 喂,十三,你怎么把我电话挂了 猎头者小队,要暗杀你 只要注意他们两个核心成员就好 嗯,我已经很注意了 因为他们队长被我抓到了 杀 抓到了,这么快 那好,等我马上赶过去 你们没事吧 没什么事,不过这群人确实挺明显的 他们人呢 都在里面绑着暖 这儿交给我处理,你们回去休息吧 好,你记得把李红带回去闪一下 李秋竹跑了 本台早间报道 昨夜晚间七点半左右 绿森秘书山庄发生一场火灾 导致八人死亡 失火原因不明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喂,山庄里的事我都处理好了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李红驻守的踪迹 李秋竹开始出现过 后来我也没看见 那好,也没关系 剩他一个人,搬不起什么风了 咱们早晚能把他揪出来 嗯,那以后再说吧 除了这件事 我还调查到关于红蟹组织的一些东西 下午有空吗 出来聊聊 嗯? 红蟹,查出什么了? 哎,电话里说不清楚 咱们见面再聊吧 那行吧,那我现在过去 十三,你可以啊 这么快就把猎头者小队搞定了 本来想去旅旅游呢 谁知道遇见他们 而且最后还跑了一个 你已经很强了 抓到的那些人几乎全是通缉重犯 我们队长借你的光 说到表彰都快要升官了 我也不想抓这些人 可谁让他们非得来惹我 对了,你们调查到红蟹组织什么了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代号狂蟹,D级杀手 这是在狂蟹身上搜出来的 据他交代 自己是红蟹组织最D级杀手 刚入行没多久 哦,那个憨憨果然等级不高 这种卡片 在红蟹组织中类似身份证 等级升到B级以上的杀手 才知道红蟹分布的消息 那这张卡片是谁给他的 是另一个杀手 代号叫鬼子 算是邀请狂蟹加入红蟹的 但他已经联系不上这个人了 鬼子 那这么说线索又短了 红蟹组织数十年屹立不倒 没那么容易查到的 而且 如果真的查到了 一定极度危险 就像打开潘多拉摩河 会迎来他们疯狂包袱 开工没有 回头见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明白 而且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拔出这个毒瘤 这张卡片就先放你那吧 你们聊 我去烫洗手间 呀,死电态 我呸 你竟敢打老子 打的就是你 哎呦喂,完蛋蛋了 你个臭婊子 别跑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你怎么慌慌张张的 刚才碰见了流氓 被我打了一顿 汤姆呢 还有流氓敢欺负我兄弟媳妇 我这就去找他们 哎,你等等 你别上头 小型不是没吃亏吗 先弄清楚怎么回事再说 马迪 居然敢惹我黄毛哥 不想在这边混了吧 哼 冤有头 战有主 这女人刚才打我 没你们的事 实相的赶紧都给老子滚蛋 打你 老子打的就是你 波曹 还敢动手 不怕死是吧 兄弟们给我打他 哼 这些个小卡米拉交给我得了 十三兄弟 小型 这人怎么处置 不如直接打死算了 别别别 别啊 大哥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您就饶了我吧 舅爷 黄毛哥在梧桐大酒店被人打了 您老快带人来救他呀 哼 舅爷 应该马上就到了 待会看你们还嚣张不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哦 那我等着他 舅爷 您可算来了 黄毛哥被他们打了 您得为我们做主呀 对 这些人真是太嚣张了 哼 鸡卫 对我侄子下这么重的手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重吗 没打断他的手 已经算轻的了 又喝 波曹 还敢这么嚣张 怎么和舅爷说话呢 看我不打断你的手 闭嘴 大家出来混都不如 不如给我一个面子 把我侄子放了吧 啥 就这么放过他们吗 舅爷 不能这样呀 咱们爹爹晃猫壳 宝臭 哼 你谁呀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哼 你你 竟然这样那呆会 动起手来可就别惯了 仓木爹 敢这么和舅爷说话 看我不飞了呢 哇 红蝎子图案的打开 难道他是红蝎图举的人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未看见 你就饶我一命吧 九爷这是怎么了 难道海鲜吃多了通风 都站不稳了 没见过他这样呀 对面到底是什么人 他不对劲 不会以为我是红蝎杀手吧 你叫九爷 不不不 您叫我小九九就好 见过这东西 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看见 求你不要杀我呀 求求你们 让你的小弟们先出去吧 听见没 快滚 都给我出去 你起来吧 阿哲 我我 还是算了吧 让你起来你就起来 哪来那么多废话 好歹也是个老大 真是一点气魄都没有 说吧 在哪见过那样的卡片 阿哲 快点说 不然打断你的腿 是是是 其实我倒没见过 是我以前的大哥见过 结果 他第二天就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详细点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有个老大叫林飞 有一天 他和我说 自己看见一张鞋子 不忘了卡片 还说自己就要死了 可我当时以为他喝多了 也就没在意 然后第二天 林飞老大一家四口 全部死于火灾之中 惨遭灭门 所以我才相信他的话 而且老大一家绝非被火烧死 他们就是被卡片主人杀掉的 一定是他那个倒霉老大 看见了红西杀手的卡片 而红西组织对于机密性要求 极为严格 为了避免身份暴露 他们直接选择杀人灭口 你那个老大 还有其他信息吗 哦 有啊 其实林飞大哥是一家五口的 当时小女儿在外地上大学 侥幸逃过一劫 她听说父亲死后就回到京都 并且说一定要为父亲报仇 但那个组织实在太危险了 谁招惹他们都得死呀 既然知道危险 那你老大女儿还敢找他们报仇 嗨 嗨 那姑娘脾气卷 认定的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们也都劝过 但是不管用了 可惜了 你你 你们 应该不是那个组织的人吧 嗯 没错 而且我们还要调查那个组织 这张卡片 是从其中一个杀手身上搜出来的 从红鞋杀手身上搜出来 那就证明她捉到过红鞋组织的人 那他们岂不是更危险的 你那个老大的女儿呢 她不是一心想给父亲报仇吗 现在在哪里 嘿嘿 那丫头几乎不出门 成天就待在家里 喂 十三 你要不要去看看那姑娘啊 为什么我去 你们怎么不去 你这不是女人缘好吗 去了以后好沟通 我俩去给人吓着早饭 再说我们待会还得回去开会呢 十三 那你就去吧 我自己开车回家就好 老大老大 我也要去 每次有漂亮姐姐 你都不带上我